捧着大颗芒果仔细挑选 一早水果行李 香港游客冲着芒果而来 好吃啊 好吃啊 适合的话我们会带回香港 中国大陆平常都是这人值的 这就是生意吧 对啊 总是会来来去去的 整箱芒果带回家 台湾芒果采收季约在5到10月 盛产季即将结束 消费者抢买最后一波 听说前一天 中国突袭式宣布 禁止台湾芒果输入 台湾民众看起来不是很在意 连中国网友也吐槽 在这个时间点禁止没什么用 还有人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摊商业者更是老神在在 不怕生意受影响 每次都会找一个商品来 禁止进口 对啊 那现在就换成芒果啊 其实应该人会买的会更多啊 因为会觉得会比较便宜啊 国内芒果以内需为主 外销市场只占2.2% 产量大约3873公顿 出口国又以日本韩国香港排前三 中国仅仅位居第四 换算一下外销938公顿 只占全国产量0.5% 对产销影响明显有限 但从凤梨到芒果 中国屡屡对台湾祭出农产品 禁止进口令 农业部发声明谴责之外 也强调会持续透过双边管道 和中国展开技术对话 保障台湾农民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